左右眼视力偏差大怎么办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彭靖 西岩市第四医院眼视光中心主人医师 其实一般咱们正常他的视力呢 双眼是平衡的 一般相差呢不超过两行 也就是说相差不超过0.2左右 那么如果他两个眼的视力相差比较大了 那么这个人呢 往往他会有一些眼部的其他问题 比如说他两个眼的趋光度相差比较大 那么在趋光度相差比较大的情况下呢 这个患者比如说他那个趋光度大的那个眼睛 往往是有弱势的或者有斜势 那么也有可能有其他的气质性的病变 比如说白脸障呀清光眼呀等等 所以当这个患者两个眼的视力不一致的时候呢 咱们也是要到医院正规的检查 如果是由于趋光相差比较大引起的 咱们应该及时的佩戴眼镜 比如说宽佳眼镜RGP等等 那如果他是有弱势呢 咱们还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弱势的治疗 那如果患者是有白脸障 比如说心理性白脸障 心理性清光眼 那么咱们要及时的手术干预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